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墓虎并有的陈兵 另一位陪似 我千万不再杀人了 别配动 开门啊 别有 被母亲的装心也挂了 这是谁干的 这么说是你杀了王叔 你必须给我找他这家伙 这一定是一件今天的大事 这一定是一件今天的大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 请 那都是老皇礼了 我今天带的份薄礼 不成敬意 还望少翁笑纳 尼云林的手笔 真是难得一见的真品啊 这幅仓松图是满洲国康德皇帝早年从宫里带出来的 他送给了我 他送给了我 可是我觉得 这幅仓松图是满洲国康德皇帝 是满洲国的康德皇帝 叫艾辛绝罗溥仪 而我叫唐绍仪 老爷 老爷在和谁说话呢 这可是个大人物 别卖关子了 快说谁 土匪园 土匪园 日本驻华特务机关总机关长 他来干什么 可能跟你哥哥的事有关吧 阁下今天要是不来 老许就要登门拜访了 我知道 您还是挂念这陵少爷 佩东虽然不是我的亲生 可他的父亲陵梅村 当年救过我的命 现在在我的膝下 行统己生 难得少翁 如此深情厚意啊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检除少翁的 这份挂爱的 国下此言何意 我此次前来 就是 特意邀请少翁 前往帝国的陆军医院 看望林佩东的 那老朽 先要道声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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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乔啊 回来这几天可好啊 回来就忙于处理各种琐事了 还没时间去看望您呢 好 兰兰都跟我说了 我们有时间再聊 好 好 好 请 好 看上去 气色还不错 他目前的身体 还处于恢复阶段 这本论语 还是二十年前 我送给梅村兄弟的 他一直待在身边 林先生 你该换衣服了 好 那给 谢谢 看见这枝梅花 就想起了为我死去的梅村兄弟 对啊 按您的意思 这枝梅花 还很有来历 当年 梅村兄弟为了救我 死在了孙传芳的手下 我的弟妹 为了纪念梅村 就在他儿子的手臂上 赐下了这枝梅花 又少望您这样 对林沛东的无微不至 我想 林梅村也该含笑九泉了 从机关长阁下 我想跟沛东说几句话 不知可否 这个 少望 医生嘱咐过 为了不给病人刺激 近期 是拒绝探视的 就几句 好吧 康匪 又出现了 龚非东 您怎么来了 来看您来了 别动 别动 怎么样 伤好些了吧 没什么 家里还好吗 都挺好 佩瑶要来 我没让 佩瑶回来了 你们也好久没见了吧 不说了 尽量少说话 梅先生也来了 裴东啊 你还认识我 我们见过 对对对 是见过 梅兰怎么样 她没什么变化 只是 挺挂进你的 那麻烦您跟她说一下 我挺好的 好 病人需要休息 请你们离开吧 好 好 别动 慢走 好 好 来人 来人 李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把我那本论语拿来 先生 现在还不行 我已经问过了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看把所有自由都没有了吗 先生 我只是封命行事 你 少王啊 这下 你该放心了吧 我都不得愉快 还不愉快 恶不愉快 你还要连了 那一位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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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没能好好地喝上一杯 改天一定登门拜访 这个月二十五号 是兰兰二十五岁的生日 这日子难得 我想向你来家里坐坐 好 我会去的 另外 我也想和你谈谈 你托兰兰带给我的那件东西 很重要 我正在和有关方面联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法西斯 你们这帮法西斯 好 对 好 好 就好 人还健在 为什么给他治病的这个人 却被暗杀了 这里面 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进来 没检察官 时候已经不早了 都已经八点多了 我们走吧 好的 你先在车上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好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满脑子都是那家医院的事 烦死了 那我给您漆淡点 爸 喝茶 兰兰 今天我看见林佩东了 你见到他了 土飞员贤二 突然邀请我和唐绍仪 到陆军医院去探视他 爸 佩东他怎么样了 看上去 恢复得还挺好的 他居然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是吗 他认出你了 其实我跟他 也只是匆匆地见过一面 而且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那天晚上 你到西园子看戏 受到流氓的骚扰 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爸 他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 因为旁边有人 他没说什么 兰兰 我给你带着 我带着 真带着 不是 很多人 我带着 我带着 你 你 你看 我带着 我带着 你 乱绑 你 让我带着 你 竟然 孙一乔之间 你们应该好好谈谈 爸 你不觉得这个时候 谈什么都晚了吗 晚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和林佩东还没有结婚呢 爸 林佩东现在这个样子 你让我怎么去面对孙一乔 来了 我真没有想到 你这个二十多岁的新女性 比我这个快六十的老头子 倒在开封建 我并没有让你离开林佩东啊 你爱谁这是你的权利 爸爸是不会干涉你 可是爸爸总觉得 你和孙一乔之间 你们应该好好 你不能给他 你也不能权利 不停 好 倩 Inf nutrient 你 林佩东 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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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又要出去啊 祝你见一个朋友 又是那个老同学 不 是以前的一个兄弟 去谈点小买卫 谈买卫 就你啊 我不过是 绑上牵牵线而已 不会是借口吧 借口 你觉得我有这个必要吗 那天 你见到我哥哥了 看了一眼 可我却觉得很眼熟 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的 家里不都有他的照片吗 我哥哥恢复怎么样了 恢复得很好 都能躺在床上看书了 你对我哥哥印象怎么样 只看了一眼不好说 他很英俊是吗 你今天找我来就为了说这个 我当然还有话了 什么 我自己说的 什么 你还在床公馆 我会说 你掌握 你去看 不是來替你訓斥 前幾天 土肥人突然造訪了 對 他是去接唐少儀 到陸金醫院看林沛東的 你見到林沛東了 他人怎麼樣 看上去恢復得還不錯 相信過不了多久 人就會放出來 我相信這個面子 土肥人還是會給唐少儀的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土肥人的這次造訪 讓代曆起了疑心 代曆起了疑心 他認為唐少儀有同敵之血 這也太草率了 現在兩國雖然處於戰爭狀態 可兩國的外交還在 唐少儀以前就熟悉土肥人嫌二 稱得上是老交情 人家又指望他能救林沛東出來 這沒什麼不正常的 你還不瞭解代曆的為人呢 他這個人生性多疑 下手又狠 實際上我覺得 他已經動了殺技了 什麼 軍統要對唐少儀動手了 不排除這種可能啊 這不親者痛仇者快嗎 事情雖然還沒有那麼糟糕 但是我們不得不防啊 據先生這次安排我回來 就是讓我暗中保護唐少儀 不被日本人暗算的 眼下又要提防自己人 這叫什麼事啊 可是我還是弄不明白 既然林沛東已經安然無恙 那日本人為什麼還要治安娜於死地呢 是啊 要二者沒有什麼聯繫的話 結果不會是這樣 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不止你一個人要追查到底 我去陸軍醫院的時候 特區法院的美檢察官 就私下裡和我打過招呼 你怎麼會這樣 你是說梅宜萱 對 我把案發現場撿到的那枚蛋殼 交到了她的手上 也許會對破案起點作用 你跟梅宜萱是怎麼認識的 我以前和她女兒是同學 梅宜萱這個人 還是很有正義感的 又有長期的司法經驗 如果她介入 肯定是有利無害的 你瞧 要是方便的話 什麼時候帶我見見這位 美檢察官嗎 行 我來安排吧 min高 快點兒 來了 身輕臉 最高一點兒 你这个人啊 好不容易出来陪我一天 还这么心不在焉的 我的钢笔 你帮我 我钢笔都踩坏了 你陪我 你陪我 不就一直钢笔吗 回头我陪你不就得了 你把我的饭碗都给砸了 没关系 我那儿还有一份呢 回头你全吃了 那你吃什么呀 我吃你 吃你 尚尉 我奉尚封命令前来接你 什么事 有紧急任务 请你马上跟我走 好的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您会还要往下啊 组织头发并不知 你们能不能欺负 就是万一的 哈温尉有不值得 走 别生气 我任务已完成 马上就回来了 一乔 梅家的灯还亮着 怎么不进去看看 时候不早了 看来这次让你回来 时候似乎不太恰的 安赖 爸 还没睡呢 我这就好了 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有什么打算呢 无所谓吧 怎么能说无所谓呢 那就 听你的安排 是不是爸爸请一乔过来 事先没有征求你的意见 你怪爸爸太武断了吧 来就来吧 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啊 梅先生 义乔 梅兰在吗 梅兰刚刚去北平了 梅兰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梅先生 等他回来,请您把这个交给他 你们的缘分 还没尽 你瞒不了我 来来 爸 你不觉得我在这个时候 受着一份密疗情 太过于奢侈了 买来 你才能得到 这个人 爹 我 他 你是 最多的 工作 Joe 她 至于这么愚蠢吧 唐少爷眼下 毕竟还挂着 国民党检察委员的头衔 你可千万不要大意啊 戴笠的为人我太清楚了 几年前在上海 刺杀爱国人士杨幸福 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更可怕的是 这个家伙一直是胡家胡为 放心吧 我既然捧上了这只饭碗 就一定会尽力保证 老爷子的安全 前两天我在陆金医院 见到林佩东了 他看上去恢复得还不错 估计过几天就能出来 这倒是一件好事 至少林佩东在某些方面 能影响唐少爷的转变 你说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把我推荐给唐少爷 真可是用心良苦啊 一瞧 有些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负担得多 也更严重得多呀 行了 别说了 这让我是你儿子呢 不过我可有言在先啊 你可别指望我一辈子捧着这只饭碗 你得抓紧时间 把这尊菩萨请走 让我解脱了 暂时还不行吗 别臭了 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 谁让你来做这件事呢 这个嘛 我还不能告诉你 你的身份我不想打听 这我早就说过了 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 毕竟在这个世上 我也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就是这样 知不知道 你愿意了吧 要不然你别说过 我希望你来做 找回吧 小姐 这儿有一份您的铁子 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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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这儿有一份您的铁子 哪儿来的 好像是梅姐寄来的 明天是梅小姐的生日 是 这儿还有一份 是给孙先生吧 放在这儿吧 回头我给他 老爷回来了 老爷 是 老爷您回来了 老陈啊 花园该修理修理了 看着遍你 行 我马上就安排 大金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好 你们记住了 尤家里头不允许有生人进入 就是熟人 基本上也得先搜身 搜身 按我说的做 是 孙一乔 小姐 有什么吩咐啊 有人给你下帖子了 是吗 你不想问问是谁给你的吗 我知道是谁 所以不问 那你说说看 是梅家下的 明天是梅兰小姐二十五岁的生日 一个老同学的生日 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可见你们有多熟悉 那有什么不对的吗 没什么不对 那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吗 九月十一号 是小姐二十二岁的生日 对吧 好记性 我别的不行 记性还可以 谢谢 那好啊 今天晚上你陪我上街逛逛 顺便 给我未来的嫂子 买件生日礼物 好 芝子 还没下班呢 还没呢 最近怎么那么忙呀 我不是负责这个特护病人吗 那挺辛苦的 他是谁呀 没见过 好像不是我们医院的 没见过 黄昏收起了翅膀 乌云遮蔽了忧伤 谁的手在夜空中挨抖 把一只沉睡的钟敲响 风雨击湿了一首 跟路模糊了泪光 谁的手在夜空中挥抖 把人世间的心酸掩藏 把天多么暗 也多么长 雨中我冷 心多么寒 总是海空时冷 总是天老的我 不去的走路 依旧守着天 尝尝尝尝尝尝尝 我 不去的走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